究竟它是一條長的路軌燈 究竟它是一個圓餅的燈 還是一個吊燈 跟你日後的設計都會有關係 想裝修想維修 工程問題一羅羅 裝修工程有事不明 無從入手 現在我Rocky就和你逐一解密 大家看到我們拍這支燈在做什麼 不是想殘忍大家的眼睛 其實想跟大家說 我們做燈的位置 都是有一些資訊可以提供一下 可能有些伏位要注意 第一我們去做燈的位置 我們要留意 究竟我們安裝什麼燈具 其實你可以儘早一點 告訴設計公司 或者讓設計公司幫你安排 一些不同類型的燈具 你就要看看它的形狀 究竟它是一條長的路軌燈 究竟它是一個圓餅的燈 還是一個吊燈 跟你日後的設計都會有關係 所以你要定好這件事之後 你就要定到燈的位置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我們在房間做燈 可能我們的衣櫃門 經常會撞到燈 所以其實下次去裝修的時候 可以看看 究竟我的燈的位置 會不會和衣櫃門有衝突呢 應該設計公司和師傅 都會給你不同的意見 其實要解決方法都有好幾種 可能要靠不同類型的燈具 控制它的大小 可能在傢俬方面 我們的設計 就是原來我們不到天花的 那就不會撞到燈 又或者我們的櫃是拖門 那就不會開門撞到燈 這個是大家要留意的東西 還有大家剛才可以看看 我們拍攝的位置 其實之前上手有一條很淺的坑 其實這些可能是達線 痕跡是似的 可能舊底師傅就純粹拿一條電線 就這樣戒一些坑床進去 改一個燈的位置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見到這些情況 如果是全屋大裝修 電重新拉過 就沒有需要理會 只需要把線拔出來就可以了 但單位可能是部分裝修的 我可能是加改的 但如果我們看到這一類達線 我們都會盡量移除它 因為這一類達線比較危險 因為它沒有後管包著它 也不清楚它的線路怎麼走 所以我們看到盡量都會移除它 最好都是進入喉管 當然它不進喉管有很多因素 可能它上次裝修比較闖缺 亦水比較簡單 但是最好我們都是進喉管 可以保護電線 亦都讓你知道電線的方向是怎樣走 你裝燈的時候 沒有那麼要轉中電線 那就安全一點 之前那兩部分講了 我們一些做電的要注意的事項 我們開始踏入進入做泥水的階段 其實整個裝修樓城清拆 水電 接著到泥水了 其實我們有什麼要做呢 我可以以這個單位的進度為例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地下的 地下其實我們已經是盪平了 平整了 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其實我們這個鋪磚的方法 叫做硬底 總括來說大概粗略有三種鋪法 濕底 乾濕沙 以及硬底 各自有不同的好處 可能有些速度快些 可能有些成本便便便 或者是平整度高些 我們這次就是用硬底去做 或者市面上來說 都是用乾濕底和硬底為主 這次為什麼用硬底去做呢 因為希望瓷磚的平整度特別高 因為我們通常客人現在都比較流行鋪木紋磚 但木紋磚有時候的情況就是 它很容易彎 我們用硬底的情況去鋪的話 我們可以用平整器 可以令到鍵磚盡量去調平 令到它的折磚位不會有高低差那麼厲害 所以我們這次用硬底去做 而另一方面硬底也有個好處 就是在我們前期工程的時候 我們可以比較容易拿到我們的數據 拿到的數字 那個高低差會比較低 所以我們這次用硬底去做 一般來說做硬底的工作會繁複一點 因為可能是要我們單位 做水電前已經平整好 或者做完水電之後 特意去平整多次再鋪穿 如果用濕底或者乾濕底的話 可能它們是不需要有壓外這個動作 直接到時鋪穿就可以了 但是各種做法都有不同的好處 乾濕底都有好處 它可能會咬得比較實 以及它可能會調整的幅度比較大些等等 我們因應不同的情況去用不同的方法 如果你對不同的方法有疑問 你也可以問一問你的裝修師傅 你的設計公司 他們一定能解答你的疑惑 以及你最應該用哪一種去做 上次我們頭兩集來這個單位 都說這個槍過了底 為甚麼油漆撲了 我們剷完之後就可以看到它的真面貌 其實看到它都好像以前一如以往 都是有些空心有些裂 但其實它的來源 在我們調查之後發覺是甚麼呢 其實它在後面 你會看到有一個冷氣機的喉管位 但你可以看到 其實上一手裝這部冷氣 可能是擠的膠比較不飽滿 而且它的手勢差一點點 而且可能還有些洞 其實你會看到有些光 可以望穿外面 所以其實可能它 可能擠膠擠得不太好 或者在外面沒有擠膠 所以就可能一邊有水進 所以就令到這個位置一邊滲水 九二九支滲水的話 可能一些鋼筋會生鏽 發脹 會撐開表層的批檔 就會形成這樣的情況 所以找到原因之後 我們這次幫它 再重新做一個冷氣的情況 我們可能會在外面打膠 打好一點點 再重新幫我們看看這個位置 除了冷氣這個洞之外 其他窗本身有沒有結構性問題 有沒有入水的情況 會不會是窗邊滷化等等 之後就再去處理這個 鋼筋生鏽的問題 之後的集數都會再講 一般我們去怎樣處理鋼筋生鏽 另一邊廂 我們剛剛講完地台 其實在長身方面 尤其在我們浴室 廚房位置 我們會鋪瓷磚的話 其實我們是很希望它的長身 比較平整的 但是在我們清拆完之後 可能它的表面很凹凸 很多高低 所以我們要令到它平整之餘 角度也不要傾斜太多 所以我們有一個步驟 我們首先會出一個柱頭 其實就是在牆上 我們拿一個紅外線 畫了一個定位之後 在那裏做一條柱出來 之後我們的批檔 就會跟這條柱一起去批檔 那就可以令到牆比較平整 不會有些牆突然凹進去 有些牆突出來等等 亦都可以在這個時候 去調節浴室的角度 因為其實可能我們 這個角度有點偏差 我們可以盡量修正它 其實很有趣的就是 你以為浴室一定是一個正方形 就算你看到它正方形 其實它也未必是正方形 可能它一邊是83吋 另一邊是85吋 都不出奇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想它齊整些 修正它的話 可以在這個時候去調整 也是我們在前期泥水工程會做的事 如果想知道更多裝修的知識 就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下我的小鈴鐺 有新片就不怕錯過了